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人靠得住 母猪会上树 第六集中 想必最令人心行的莫过于女主的儿子对他说的一番话了 他知道在家庭中爸爸处于弱势的一方 于是和妈妈说 是背叛了妈妈又没有背叛我 爸爸跟别的女人交往 所以呢 这怎么了 不要离婚 妈妈宽容爸爸一次不就行了 原谅他不就行了 所以我 我也没见过 爸爸是我们背叛 你也知道 妈妈背叛了 不是她吗 不要离婚 最新一期儿子看得大家都烦了 明明敢知道爸爸出轨 还拍到跟小三在一起的视频 那就告诉妈妈 家里的都是她在赚钱 每天那么辛苦 还要接送你上下学 给你做饭 你咋就这么没良心呢 这个时候 你不是应该上去抱抱她 安慰她 跟她仗在一起吗 你妈妈其实一直在考虑你 所以想忍下所有 是为了你 才要去原谅男老公的 也是在知道你已经知道后 才有了那么一丝丝反抗的勇气 可你呢 都干了什么 给关心你的人甩黑脸 在车上一直捣乱 抢妈妈手机给你爹 通风报信 险心酿成车祸 看看你干的好事 你这个儿子 真的是又蠢又坏又自私 篇尾 石善宇成功地和李太武离了婚 并争取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近身出户的李太武选择了和情人吕多景在一起 以人生为赌注 反击不幸的石善宇 激烈的复仇是完美的 但是在两年后 李太武带着吕多景和他们的女儿再次回到了高山市 甚至住到了善宇附近 并广发请帖邀请旧友们做客 慈善宇平静的生活再次被打破 接下来又会出现怎么样的波澜呢? 不知道接下来编剧的笔杆子还能hold得住吗? 精神世界越富有 能力越强 我们越会了解女人并不需要家庭 那些描述家庭美好的 都只是想要诓骗女人乖乖的繁衍 为人父母一直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而且孩子养杂的概率太大 一不小心孩子就成了你的对立面 最后还是要提醒广大女性 时刻谨记 男人靠得住母猪会上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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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